来关心的是这个议题 前总统陈水扁现在可能是因为健康恶化的影片公布之后 现在引发了很多人关系 还有人发起了一人一姓救阿扁的活动 而对于外界要求保外就医的声浪呢 法务部以及台北荣总都发表回应表示 这段影片是阿扁因应医疗做出的动作 并不代表他健康恶化 台北荣总甚至表示 从来没有建议或者是呼吁让阿扁回家 总统马英九出席新春茶会 对于前总统陈水扁的问题低调不回应 陈水扁的健康状况在监察院这段影片公开后 引起不少关怀声浪 但法务部在周日召开记者会 强调这只是片段画面 这段影片是陈前总统应民间医疗小组 就当时去的民间医疗小组检查 而做特定动作的神经学检查 并不代表陈先生他真实的状况 画面中民间团体要求他用脚跟走路 其实任何人走起来都不可能稳稳荡荡 负责阿扁健康的台北荣总也发出声明 表示虽然曾建议在家人支持陪伴下 会有更好的疗效 但那是对一般人而言 陈水扁是受刑人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也没有建议让阿扁回家 但是另一波支持释放阿扁的活动 也在台南引爆 这些全国的兵力已经很清楚 六成的兵力是都赞成 就是要保外就医来顶料 绿营发起一人一信 让阿扁回家的活动 要求让阿扁保外就医 但是法务部维持一贯立场 评估他已经得到完整的医疗照顾 现这阶段没有保外就医的问题